东海大学研别校友蔡炳辉以帮助独老的精神 来接棒红道老人福利基金会 不老骑士环岛供应募款行动 而这一天从梦想125号出发 展开32天1248公里一人徒步环岛的任务 期待能够沿途筹募到50万元 来帮助基金会服务独居长辈 加油加油加油 拿出特质看板来替东海大学研别校友蔡炳辉加油打气 因为这一天他是接棒红道老人福利基金会 不老骑士环岛供应募款行动 将从梦想125号出发来沿途募款 目前我们的老年人口已经占到15%了 那这中间私人的人口高达将近43万人 这些人的长照时间需要7.3年 7.3年是2000多个日子 需要人家来照顾 所以假设说我年轻的时候 或者我中老的时候 我就赶快来把身体顾好 我把这个长照时间缩短 对个人对家庭对社会对国家都是知福自信 红道老人基金会每一年从11月到隔年2月 都会发起寒冬助老的独居坐视长辈关怀计划 而今年也迈向第11年 为了帮助这些坐视长辈 同学实践60岁的梦想 东海大学研别校友蔡炳辉就接下32天 1248公里徒步环岛政务 要来帮助长辈募款50万元 长照如何降低更多的风险跟负担的话 就是要从自己本身的健康做起 有好的健康就可以减少社会负担 家庭的负担 让自己可以做生活过得更好 所以丙飞从事这个活动非常热血 能够喚起社会大众对于自己 我健康的意思 这是非常好的活动 除了我们帮助长辈 在所谓他的独居肉食长辈 在做一些关怀日常的照顾 还有一些过年前的服务之外 当然也会支持我们很多的服务 是持续关注长辈的生活目标 让长辈用他自己的内在的动力 让他自己生活变得更好 加油 基金会表示 台中地区预计要帮助440位的长辈 来帮他们新年除旧不新 因此蔡炳辉的带头响应 算是抛砖引玉 也希望民众跟盛新企业 都能够捐款响应 就就离这样台中才也放不到 好